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成田机场到东京市区 或是东京市区到成田机场的交通方式 搭乘种类非常多种 出镜之后 往这个指示 铁道往B1下去 交通不仅有JR东日本线 还有京城电铁推出的成田特快 Skyliner 还有SS特机 还有京城本线等各种机场列车之外 还有班次较多的机场巴士可以选择 这边会跟大家分享各个交通方式的优缺点 怎么买车票最划算 再帮助大家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交通喔 首先要先知道自己 饭店是靠近哪一站 像是前朝或上野 新宿 池袋 东京车站或是压上站等等 都是转运的交通点 接下来会用交通方式依序跟大家介绍 会跟大家提醒优缺点 跟主要停靠站还有票价 搭乘时间跟怎么搭乘最划算 第一个Narita Express 成田特快 它是成田机场交通中最迅速 最方便也最舒适的特快列车 是可以化位预约座位的 途经的车站有很多可以选择 直达东京或是品川 涉谷 新宿 池袋 还有横冰等等 最短到东京车站只要53分钟 但这交通方式也是价格最高的一种 以最近的东京车站为例 来回票价就要6140元日币 上官网购买来回票的话 优惠票价是可以来到5000元日币 如果有搭配周围卷的人 详细介绍可以到右上角这个影片观看 再来金城电铁就分为三种 Skyliner SS特快跟金城本县 金城本县就像是台湾的区间车 差别就在停靠站多寡跟价格还有速度 金城电铁适合从成田机场到日墓里 上野或是前朝的旅客 最快的Skyliner 主要以深蓝色为识别 是从成田机场一压或是二三航下 直奔日墓里跟上野的高速铁路 这次我们前往日本就是选择Skyliner 实际带大家走一遍 走到机台先处置西瓜卡 再往写这个KS的地方进去 票价的话直接用西瓜卡进入是1257元 如果买票卡的话就是1270元 这边会看到蓝色Skyliner跟橘色SS特快 它们是同一个月台 进到月台这边 因为前两班次是Skyliner 所以要先到另外一个机器购买 座位票 可以选择中文 如果有旅办的话可以一起购票 位置才会被化位在一起 再选择要靠窗还是靠走道的位置 这边可以用IC卡付费或是现金 票价的话是1300日币 单趟加起来会是2557日币 大概就是540台币 到上野站只要43分钟 速度超级快 适合商务或是赶时间的人 还有专属座位 另外时间不那么赶的话 也不想花那么高费用的人 可以选择橘色SS特快 到上野的票价是1240元日币 车程大约1个小时 SS特快有分两条路线 一条是往日木里跟上野 跟刚刚Skyliner很像 只是中间有多停靠几站 另一条则是往另外一边压上 然后前草跟日本桥还有东影座 新桥等等 最远还可以到羽田机场 最后一个京城本县推荐给想省前 然后也没有时间限制 想一路慢慢到市区的朋友 沿途会经过像是京城船桥等站 再转往上野或是前草 所以车程时间耗费较长 选择成田机场 这次是二航下出发 大约1个小时又15分左右 票价在1000出头就有了 这边教大家先上网查询 抵达当天的时间跟哪一个班次 最适合再来决定要怎么达成 打开这个网站右上角 这边可以输入看是要去机场 还是要从机场出发 这边我选从成田机场2号3号航下 到京城上野站 进来第一个这个就是Skyliner 只要41分钟 会显示你所需要的总票价 这边就会写说 还需要购票1300的座位票 下面这个就是刚说的 金城本线 区间车的概念 所以最便宜 会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会抵达上野 如果时间再往后拉一些 这个路线2它会显示说 这个时间可以搭乘 ASUS特快到金城高砂 再转金城本线 可以省下一些时间 然后票价跟所需时间也会显示在这边 网址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给大家随时查询 最后 立木金巴士 这边也是用网页带大家看 顺便教大家如何购票 以成田机场到东京站为例 主要它停靠站有 东京市内的一些大车站 还有部分的酒店 这方式比较适合有带小孩或是年长者 以及如果你行李太多的朋友 有专人协助帮忙拿行李 然后你也不用推着大件行李 然后坐电车人挤人 因为巴士的关系也有关于时间 是否为尖锋时段 通常也是一个半小时起跳 票价单趟就是3100日币 我觉得也不便宜 所以就看大家需求啰 最后统整出比较表给大家 清楚的预算人数多寡 入住地点行李多寡 就可以选出适合自己的交通方式啰 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